宇宙最强《真子丹》上部卖座的电影,还是三年前的怒火、重案。 2022年,他试图转型的灾难片搜救,并未达到预期。 至于和王晶合作的,以天屠龙既之九阳神功,和天龙八部之乔风传,更像是在消费他过往的影响力,好在他去年通过急速追杀4,扳回一城。 花甲之灵的他,在片中饰演的盲眼刺客凯恩,简直无所不能。 他将东方武术和现代动作进行完美融合,向全世界影迷展现了一个神秘、危险且极具魅力的角色,当下无惊。 李连杰携手袁和平的彪人,正在拍摄中谢苗成年后,首次担任男主角大荧幕作品《火遮掩》,也于《日前杀青》,更有《安智杰》、《吴允龙》等动作片的中流砥柱,虎视眈眈,单哥宇宙最强的称号岌岌可危。 不过,单哥好不容易熬过成龙、李连杰、红金宝等人的黄金年代,才靠着真功夫打回来的名号。 岂能轻易丢掉,如今李连杰早就打不动了,红金宝有时出行要靠轮椅。 成龙大哥也开始走楼梯了61岁的真子丹,身体素质远胜同龄人,依然是动作片的王者。 单哥未来将有四部戴上的猛片重回巅峰,不过是只可待,误判,文能开庭辩论,武能全打罪犯,电影《误判》的贴片预告已登陆院线,应该很快就会官宣,定当真子丹饰演的角色,有可能是史上最能打的检察官。 角色霍子豪的身份背景是前一线刑警,两段人生经历造就了他文武兼备。 单哥的最佳老板黄柏明继续担任监制,叶问系列的编剧《黄子环》也在,这对港圈有名的父子兵将为本片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演员阵容上,金像奖无冕之王吴振宇和货真价实的金像奖影帝正则是。 将和真子丹一起在法庭上捍卫正义,一向饰演正派角色的张志玲,将在片中挑战斯文败类或迎来演技突破,本片称得上动作强化版的毒蛇律师。 这一类作品其实不少,比如袁彪的《执法先锋》和《成龙的飞龙猛将》皆是经典之作,据悉影片制作成本高达三亿。 与香港取景及搭景拍摄故事底色都是普通人因法庭的误判而深渊无门,更何况面对的恶势力手眼通天,图片ID时,而有着警察过去的检察官霍子豪挺身而出。 是要突破重重阻碍环视道已朗朗乾坤,真子丹这次饰演的霍子豪,文能开庭辩论,武能打击犯罪,他缠着绷带的手上布满血字,代表了他两手都要抓的决心,文武并用才能捍卫正义,真子丹在法庭上并非孤军作战。 他的其中一个同事由影帝吴振宇饰演吴振宇的演技《无需多言》编水往事,中的演技派一抓大把,要不是他来饰演猜书,换别人真不一定能震得住场,早在2019年的电影《保持沉默》中,吴振宇和周迅饰演的律师,他们激烈辩论标系的场面令影迷印象深刻。 在演同类角色,可谓驾轻就熟,他们的另外一位同事,由肥猫郑泽氏饰演别看他现在有些许老派,他可是香港电影《货真价实》的影帝,拿过两次金像奖影帝,就凭这一点足以让吴振宇羡慕,郑泽氏是港片的黄金绿叶,辅助过的大牌明星,不计其数他之前跟真子丹合作过《导火线》和《夜问》系列,也算是老熟人了,说不定经他指点,丹哥也可以期待一下影帝,演员阵容中, 最大的惊喜,来自张志林饰演的反派欧博文,预告片中,他西装笔挺,银发白须,高定镜片下的眼神,却透着高傲和冷酷,让人不寒而栗,谈起张志林,往往想到的都是些正派角色,他在94版TVB的《射雕英雄传》中饰演的郭靖令人记忆犹新,之后的《天地男》和《冲上云霄》,也让他收获大量粉丝,尽管他在电影《扫黑行动》中饰演过表面是经济学家,背后参与犯罪的照片, 不过由于本片拍得太烂,并未引起太大的反响,如今再次挑战斯文败类这种角色,一直在演技上并没有得到太多肯定的张志林,迎来事业的转机也未尝可致。 由这三位实力演员助阵,本片在演员阵容上已做到文武兼备《导火线2》国内时装动作片的天花板,继《沙破狼》之后,叶伟信和甄子丹这对搭档又推出了《导火线》,内地3450万的票房成绩在当年算是重流水平,毕竟那是票房过亦就能进年度前十,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导火线》的含金量在逐年增加, 一度被誉为借20年最好的时装动作片,甄子丹和邹兆龙的终极对决,至今还被影迷津津乐道,真怕不会武功的常威会打死人。 好在丹哥的综合实力更胜一筹,本片最大的卖点是融合了柔术、拳击、摔跤等综合格斗技巧,甄子丹饰演的马军不拘泥于武学流派,只为克敌制胜,也是对李小龙武学精神的传承,甄子丹在筹备阶段下足功夫,特意请来多国的搏击高手, 用一年多的时间为本片设计动作,最终为影迷奉献出一场场全权倒肉的劲爆动作场面,按照丹哥年初接受采访时的说法,下半年《导火线2》将迎来开机,为何时隔多年才重启这个经典IP,想必一定程度上跟次年推出的《夜问》太成功有关。 这部电影的光芒掩盖了《导火线》还算不错的成绩,《夜问》之于甄子丹太重要了,就像是陈家居之于成龙,黄飞红之于李连杰,冷风之于吴京,随着《导火线2》迎来开机,据丹哥本人爆料,《夜问5》的剧本也在筹备了,《夜问5》实言不怕,怕的是如何重生,在《夜问4》终极一战的结尾,陈国坤饰演的李小龙在灵堂祭拜师傅夜问, 既是一段传奇之旅的结束,也象征着武学的传承后继友人,当时的编剧是没有留下任何余地的,在宣传时,片方将第四部视作完结篇《真子丹》也不止一次说过。 多年来早已过度透支夜问的影响力,是时候让这位武学宗师休息了,戏里戏外都如此决绝,让一路跟随《夜问》系列的影迷唏嘘不已,也让这部所谓的完结篇拿下系列最高的11.81亿票房,从2008年到2019年, 11年间推出的四部正专作品,这让《真子丹》和夜问深度绑定,造就了他的宇宙最强,使他在跟梁朝伟的夜问之争中打了场漂亮的翻身仗,最重要的是让他终于有了筷子人口的代表作,并跻身一线动作巨星的行列。 当下动作片示威,今年只有《九龙城寨之围城》,凭扎实的动作戏取得成功,夜问是千禧年后最成功的功夫片IP,放弃实在太过可惜,重启或出于市场考虑。 夜问五,将讲述怎样的故事,夜问在电影中已去世,是时光倒流,讲述被遗忘的故事,还是推导重新讲新的故事,似乎都将面临不小的风险。 年纪于此,笔者为编剧头疼,丹哥今年已61岁,年龄上更适合出演老年的夜问,或许是时候邪心人一起出头了,灵狐冲在牛,他背后的风轻扬才是大宗师。 急速追杀,独立外传,宇宙最强的国际影响力2000初期,甄子丹在好莱坞的经历并不愉快,尽管他赋予《刀锋战士2》出色的动作美学,由于亚裔的身份并未得到剧组的尊重。 这次被他称为职业生涯最糟糕的拍摄经历,之后回到国内拍片的甄子丹才逐渐走上正轨,接连拍出多部经典作品,如《沙破狼》、《刀火线》、《叶问》、《十月围城》等,也让好莱坞重新审视他的价值,随着他参演《星球大战外传》、《侠盗1号》、《极限特攻3》、《终极回归》、《花木兰》、《极速追杀4》。 他在好莱坞的知名度也水涨船高,尤其是去年他搭档基努·李维斯的《极速追杀4》,他饰演的《盲眼刺客凯恩》为这个系列注入新鲜血液,由于他本人强大的动作片业务能力,推动了剧组为其改写剧本,这在亚裔参演的好莱坞片中,极为罕见这个角色表现出的魅力,甚至压过了主角的风头,使得《诗门影业》决定为凯恩撰写独立的外传电影,这不仅体现了甄子丹在国际影坛的影响力, 也是《极速追杀》系列试图拓展更大的动作片宇宙,归根到底还是两者的气质非常契合。 曾经的丹哥在好莱坞只是一个武行和跑龙套的小角色,随着知名度上升他近年来参演了多部好莱坞电影,如今他将成为好莱坞电影的男一号,这段经历本身就足够励志。 成龙,李连杰在好莱坞风光的时代早已结束,好在我们还有甄子丹,丹哥近几年在国内的风评,受网大影响可能是差了一些,不过随着以上四部电影陆续上映,宇宙最强肯定能卷土重来。